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會和大家看疫苗 因為近來大家知道疫苗真的令到我們很困擾 究竟我們會被哪一種打? 不是我們選哪一種 而是我們會被哪一種打呢? 現在有很多消息 莎姐都覺得有多真確 真是不知道 每個人都是醫生 每個人說的東西都覺得有私心 每個人很多說話都有私心 所以究竟我們應該相信誰 真是不知道 尤其是頻頻上鏡那些 更加要聽清楚一點 我覺得如果最好的 既然我們是國內的課興 最好找國內的專家去講解 因為說應該2月可以打 說應該可以2月打 就說遲些好像今個月還是下個月就可以接受 大家留意 就可以接受網上報名去打新冠疫苗 現在暫時都是老人家先 醫護 紀律部隊那些工藝人士先 院舍的工作人員先 然後才慢慢下跌 但是這個問題不大 我怎知道我打的是哪一隻呢? 他們現在又說出電子針卡 但老人家又懂不懂下載那些APPs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們現在政府的事情很有趣 想起新科技 其實並不是辯民的 不是說方便市民 而是困擾市民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的網絡 覆蓋量是多少呢? 好像是覆蓋很多 但是不是每個都收得那麼好 不同內地連鄉下 農村都可以收到4G4格滿了 你根本是不會斷線的 是相差很遠的 我們的網絡是否可以支援得到呢? 如果我自己開手機是很舊款的 那我是否要換新機 我才能安裝到電子APP呢? 其實政府經常想起所有的事情 就是想起年輕的那邊 不要想起老人家的那邊 老人家難聽這些說的 他根本就不會裝APPs 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樣開APPs 也不知道什麼 那你反正也是打的 那為什麼不歸一政府那裡呢? 政府登記 反正 基本上去到公家醫院 我們的資料都互聯網共通的 你去私家才看不到 但是現在也是有的 如果你安裝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通 那你就可以 可以 受權你的私家醫生 可以看你的資料 在醫管局裡的資料 所以 其實都沒有分別的 那為什麼不把這個 直接放在醫管局的 伺服器上呢? 要我們每次幫你寄 醫管局都應該有 而且現在的做法就好像 每一個會堂 或者每一個打針地點 只會供應其中一款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去了 舉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去青衣打第一針 那我下次就可能 真的又要去青衣 同一個醫院打第二針 或者同一個診所打第二針 如果不幸運 如果不幸運 打算去荃灣 剛剛九腳打第二針 抱歉 不是那隻疫苗 可能會是這樣 還有我自己覺得 究竟政府是不是需要買這麼多疫苗 這麼浪費錢呢? 為什麼我覺得是浪費呢? 說就說簽訂訂單 但是我覺得 Deposit 就是訂金 一定要先給 如果不是誰跟你 什麼 你覺得真的簽了合同就算了 我不覺得是 因為很多時候 藥廠都是拿你的訂金來做事 而現在 新冠疫苗 是一個這麼 搶手的事情 如果你告訴我 你要付錢 100%付錢 我都不覺得出奇 因為我們好像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好像有些展覽 即是展覽 等等 其實海外的事情 也好香港也好 你的場地費 是一年前給了錢 你的場地費 是一年前 已經給了整個場地費 然後 你訂了場地 你一年前 就好像說 我今年剛剛結束了 就馬上下年訂了 所謂下年訂就是 買 買 買了 給了場地錢 然後 之後 兩三個月 就要付 所謂的 鋪錢 即是間隔錢 選了什麼間隔 就付間隔錢 然後 可能再遲些 再收其他費用 所以 其實 一開波 尤其是這麼搶手 是給了100%訂的 我計算可能 疫苗可能 不需要 但是 七成訂 我覺得也是會有 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 這麼浪費金錢呢 因為 我根據 林太 特首 這樣說 他說 我們有三種疫苗 而公佈的 就差不多有 即疫苗是會有 2點幾 差不多3倍 即是說 除了 每隻 疫苗 即是 買疫苗的 數量 基本上 我們人口 2點幾 3倍 即是說 理論上 他的訂購 即是說 我們每種疫苗 都會有一劑 即是兩劑 理論上 就應該是這樣 但我們是打一隻 而已 那是否應該 這麼浪費錢呢 有些 有些 所謂 幫政府的 建設陣營 就會說 因為 疫苗是很難搶到的 所以 是不是都要用錢去搶 搶了 但是 你要搞清楚 我們不是 700萬人都會打同一隻疫苗 有些人死人都不打中國疫苗 對不對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屈榮儀他們說得好 免費的東西 你沒有選擇 有什麼可以選擇 你要選擇打還是不打 如果你今次被他選擇打哪隻疫苗 下次我們就會問 流感疫苗 是不是中國製造的 中國製造我們不要 我們要歐洲貨 但是 接著就會問 你這隻藥哪個出品的 我中國製造的藥 我不要 我要歐洲的藥 你是不是每次都要被人選擇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醫管局也是 的 總之 我給到你的Panda 或者我給到你的薄血藥 或者就是這隻 如果你想要靚 或者別的牌子 那你要自己出去買 或者加錢 那為什麼疫苗不可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不要每次醫管局的藥品 都要經我們市民批准 或者經我們市民每次都要買足 每隻牌子都買一個 讓你喜歡選擇 是嗎 不可能的 你這樣就開錯了壞先鶴 就算OK 我覺得 就算OK 你有兩隻 輝瑞和科興也好 那你都不需要英國牛津那個 因為英國牛津那個 就是 2020年9月的時候 殺停那一次 8、9月的時候 殺停那一次 那為什麼呢 就說因為有一個 一隻椎鹽 橫什麼隻椎鹽 但就不肯定是否這隻疫苗 導致有 但就中了幾個 中了兩個 還是幾個 當然好像還有人死過 所以 如果是這樣 而他又是十二月 不是十二月 即是今年年底才來的 那其實我們是否可以剪掉這隻呢 你想一下 你不用多 我們其實如果是六七成接種人口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五百萬人接種了就可以了 那你想一下 我們科興 頭一百萬劑 就會在一月底 二月 來到 當二月底 來到 打 那你自己說 輝瑞 都會有一百萬劑 在第一季度 那裡只有兩百萬劑 那如果在下半年 六七月的時候 科興和輝瑞 都再給多一百萬劑 就已經四百萬劑了 那距離五百萬劑 是差一百萬劑 所以我們是不是還要這個 牛津大學的這個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真的不需要 當然可能已經給了錢了 沒辦法了 我不知道 但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還差一百萬劑 就可以全民免疫 只要求一下 內地 或者國藥 已經在內地上市 就可以真的賣了 或者求國藥 要多一百萬劑 那就夠了五百萬劑 那我們就可以群體免疫了 是嗎 根本就 數字就是這樣計 那還有二百萬 你要搞清楚 其實有很多人不能打 或者不適合打 例如懷孕 懷孕初期 懷孕初期 或者懷孕中 未必適合打 第二就是 暴雨期間的婦女 未必適合打 因為現在華記 有條連結說 內地出了一個 哪一種不適合打 滅活疫苗 即是新冠的滅活疫苗 哪一種人不適合打 但他還說了17種人 但我覺得有些是含糊一點的 但起碼有些 就應該知道是不能打 例如真的 懷孕 暴雨期 即是胃奶期 接著還有一些 本身在打一些免疫的 即是減輕你對抗那個 例如做完手術 會打一些 打一些疫 打一些針 就令你減少排斥 尤其是你換什麼換什麼 就減少你對外來的排斥 那隻又不行 那你做完大手術又不行 那他有些 簡直是說 你打完 流感疫苗 你都不能打的 不過好像要隔不知幾天 你才可以打這個新冠的 苗活疫苗 那如果你本身 好像在吃精神病藥 又不行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 是可圈可點的 例如我現在吃的那隻 血清素 基本上都是 都是你自身體的 那些 抗蒙來的 尤其是我這隻 我那種 我是吃半粒 根本上是不足份量的 可能就並不在乎這個系列 那他有些說 如果你本身是吃一些 敏感藥的 你又不能打 又不知戒幾多個月 才可以打的 那 未必好像我這隻 偶爾吃一粒 就應該未必 長期吃那些 或者有什麼病 那些 薄血藥 那些又不行 那些 即是糖尿那些 又好像不行 那其實減完這些人 其實你真的能夠打的 或者寶寶仔又不能打 那些 你減完這些 那些 應該所剩也不是太多 所以 根本 我也可以告訴你 根本 根據薩姐剛才這樣計算 其實是不需要 如果他每樣都有750萬劑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 即是可能你科興 拿500萬劑 輝瑞拿2、3百萬劑就可以了 頂了榜是這樣 或者拿3、4百萬劑就可以了 不需要每個人都拿這麼多 根本就在這裡浪費金錢 好了 接著 至於安全性 大家經常聽到一些專家這樣說 現在每個專家都 有些專家都說 有些專家都說 那樣 有一個叫 應該沒有記錯是姓劉的醫生 他不是專家有一個YouTube頻道 那我就覺得 他 講的東西是 我剛才都講過 有些 立場 好似就很科學 但你看回真一點 其實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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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輝瑞不是說 會引起敏感的 是應該那個 最 最 什麼 唇的 因為一時間又找不到 那個是應該不知道 最什麼唇的那個物質 類似是 怎麼說呢 那個 那個 那個物質 其實他就說得很 大家找回個名字 不知道 罪什麼什麼唇月什麼鬼 那他其實就說 其實這件事 就在很多 自己日常生活那裡都有的 他說 因為本身 BioTech那個 就是用了一個 叫做 新的 製造疫苗方法 新的方法去製造這個疫苗 而本身那種 那種 疫苗那些 真是 那隻叫做 RM什麼鬼那個 那個 本身就不太穩定 故此 他就要用一些物體去包住它 所以 就讓它穩定 就是 讓它不要直接 充斥著我們的血管 讓它穩定 先進去 然後 才慢慢散 這樣 那樣 而包住 他的 就是那隻 嘟嘟嘟嘟嘟嘟嘟 這樣 他就說 這隻 嘟嘟嘟嘟嘟嘟嘟 現在是在懷疑 是不是這隻 東西 令到別人臉痰 或者 引起過敏 但他就說 這隻 這樣的物質 其實我們平時都有 例如一些 沐浴露 一些 一些 Panador 表面都可能會有 或者是 一些平時經常接觸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有 就說 你平時會不會接觸到 那些東西 你都會起敏感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他解釋不到 某些東西 所以 他說 其實一般人打 就應該沒事 因為 其實 表面那個很穩定 不會真的有人敏感 你平時接觸都沒有敏感 怎麼現在會有敏感呢 那我自己覺得 他說 沐浴露那些 我自己就不敢包 因為 我不知道他所謂敏感是哪些 是否沖完都會癢 是否沖完都會癢 還是怎樣 或者好像 真的沖完都會紅一疊 那種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 不是用普通沐浴露的 我用PH5.5的 很賤的 對不起 如果你說吃Panador 你會吸收多少呢 和你直接入血 是兩回事 因為你胃消化了 如果你是經過微絲血管 那些吸收的 你不一定是吸收的 還有那份量是多少呢 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說 基本上很少人會 因為這件事而敏感 所以叫大家 安心去打輝瑞 其實也是安全的 那我自己有另外一個問題 會不會是你本身包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裡面那個不穩定的藥物因素 令到包它的東西包不住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明白 不過我舉一個例子 你就會明白 薩姐戴耳環 有耳孔的 薩姐戴的耳環 一定要實心唇銀 實心唇銀 為什麼要說實心唇銀呢 有些是動銀的 有些人說是唇銀防敏感 但它不是整隻實心 它可能是指針那裡 其實裡面是一些金屬 不是指針 刺下去的指針 它不是整隻實心唇銀 它裡面是金屬 面上才倒一層唇銀上去 這個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薩姐說有問題呢 如果你不會起敏感的人 就算是普通的金屬 什麼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會起敏感的人 有兩隻的 一隻的敏感反應不是太大 隨便 一般人敏感反應不是太大 或者一般人 它帶在這些動銀都是OK的 裡面是金屬枝 它面塵的那個是唇銀都OK 都沒事一般人都會放敏感的 但是對於敏感的人 好像薩姐這些 你不是實銀不行的 你不是整支針是唇銀的話 就算是免層倒了銀的話 我都會起反應的 是不行的 是因為裡面那個東西是會令我敏感的 就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你裡面可能就是這樣 你裡面那個疫苗裡面的餡不穩定 你包那個東西 可能一般人沒什麼事 但是不代表是一定穩固 就像薩姐那樣 如果帶那些稻銀的那些 五分鐘內見效 我後來跟另外一個朋友 她又敏感的 她說她兩天就見效 戴完那一天晚上 就會這裡耳朵出水 就會見效 她當然沒有我的反應那麼大 我五分鐘內就見效 我覺得就是這種情況 可能是這種情況 另外一件事 她沒有解釋 她沒有解釋 這個醫生是沒有解釋 為什麼 如果你說得這麼安全 你經常生活都接觸到的 都應該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美國會有人中呢 會起面坦呢 她打不是很多個人的 都有四個面坦 為什麼呢 她沒有解釋到這個 她完全沒有解釋到這個 你說一般人 基本上很多人 基本上很多人 都不會對那些東西敏感 包括我 看她說的那些名單 我都應該沒事的 為什麼 你難道夠膽告訴我們 是我們亞洲人 或者是八種人 是特別矜貴一點 所以小小東西都會敏感 不會的 他們接觸的東西 我們都會接觸的 你說得這麼普通 為什麼還可以中四個 中四個面坦 還有一個人低 你怎麼告訴我 命準率這麼高 如果真的這麼安全 你解釋不了 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忘記 現在 美國 整個國家 大概 應該是打了 二百萬人左右 大概 因為那時候 報導新聞的時候 說 特朗普說 2020年底 就會有二千萬人 打到疫苗 但他們說 現在只打了二百萬人 但是出事的時候 是剛剛打了 沒有多久 就是說 沒有二百萬人 就中了四個面坦 還未算一些 嚴重 呼吸 暈低 那些 中了四個面坦 我只計四個面坦 那你 你計一下 二百萬人中 只有四個中 我們香港 七百五十萬人 那你應該 乘回三點幾倍 就是說 最少有十二個人 連坦 那之前 劉文傑 他還說了 因為 我們現在 他 主力的輝瑞 是白老鼠牆 老鼠牆 就是白老鼠牆 其他我們這些 正常老鼠 正常老鼠 連其他灰色老鼠 什麼顏色的老鼠 是佔四點幾個百分比 是佔四點幾個百分比 就是說 那隻 本身輝瑞的那隻 疫苗 就是主力是 給白人的 你想想 二百萬人 二百萬的白人 都有四個中 那如果我們 剛才這樣 按比例 我們應該有十幾個中 但是 加上那隻疫苗 不是專門 是給我們的 那我們 是要加多幾個百分比 是要加多幾百倍 是要加多幾百倍 是說過百倍 就是說過百倍 就是說過百倍 可能是千多人的面癱 是不是 十幾一百 對啦 千多人的面癱 最少是千多人的面癱 那是什麼一件好的事呢? 是什麼一件正確的事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試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疑惑 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報告出來 我們就要訂呢? 我其實經常都不明白 香港很緊急嗎? 你說香港很緊急又不是很緊急 不緊急又是不緊急 是啊 我們要復甦經濟 所以要訂疫苗 但是你告訴我 政府你告訴我你緊張過我們嗎? 如果你緊張過我們 你一早就全民檢測 為什麼拖了一整年? 不要說一月初的時候 你五月武漢都已經開回了 是不是? 我們跟回武漢的那個方法 我介你八月做了 是不是? 我們一早已經搞定了 你都是一直不停地收緊 放鬆 放鬆 什麼限聚令 限聚 你現在限聚到兩個了 你遲些再限聚的時候 限聚到一個 我不用上班 那是上班會要的 你遲些限聚到一個 我們不用吃了 是不是? 你很難的 你寧願每次限聚令 你都不做全民檢測 你告訴我 你有多緊張我們疫情 每次都慢幾拍才做 你有多緊張我們疫情 你現在都還未全面禁止美國封關 你都還未禁止澳洲 美國 歐洲那些封關 你有多緊張我們疫情 不要還 所有源頭那些 不明你都沒有再追查 那個源頭 你有多緊張我們疫情 如果你真的緊張 你就不會再訂牛樽那個 你想一下 年底才送你 你不如不要送 難道真的等你年底才打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我覺得 根本就是 你有多緊張我們疫情 你根本就不緊張 是做給誰看 浪費金錢 現在印尼 第一批百二萬 一月和一個月 會有180萬去印尼 還會有幾萬劑 的原材料 給你自己生產 那裡都三百萬劑 你覺得 要我們國家提供五百萬劑 很難嗎 不是很難的 真的不是很難的 但是 林鄭 你現在說到好像很在乎我們 但是其實你不在乎我們 你說 你們會率先去打 疫苗 林鄭 我現在不是擔心 我現在不擔心 科興 那個 我擔心輝瑞 那個 其實你 你為什麼 率領陳肇始 你通常政府高官 率先打 他現在說到 因為我們對疫苗沒有信心 所以他率先示範給我們看 你搞錯了 你不需要率先示範給這個 因為 會先打的已經是紀律部隊 會先打的就是醫護 有一哥這個 這樣的人認證 我們會害怕嗎 我們會害怕嗎 我們根本不害怕 而你這樣做 你是不是暗瓦底覺得 心底裡面覺得 科興是令我們信又不夠 所以你要帶頭打去科興 你夠膽帶頭去打輝瑞 夠膽帶頭去打牛津那個 你才令到我們有信心 不是你其他兩個誰去打 誰做老鼠 你高層不用做老鼠 你高官不用做老鼠 變成我們做老鼠 因為你們全部打了 不要緊的 我不相信牛津和輝瑞 你不需要拿一百萬支 你拿三十支 或者是一萬支 你們公務員打 率先打給我們看 林鄭率先和陳潔史率先打給我們看 你好像不夠膽 那你怎麼叫我們去試這些 這麼多危言爽聽的東西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家小心點看這些情報 因為很多假裝好科學 暗藏殺機 我自己就覺得暗藏殺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醫生可以這樣 但是 如果可以 其實最方便就是找中南省解釋 中南省或者是藥廠的研究人員 解釋一次 英國美國那些就不會理你了 因為我覺得他自己也解釋不到 但是我們國家的其實不難找 你出一句話 就自然有人會跟你解釋 我們的疫苗是多少 哪些人不能打 其實你現在要做宣傳 告訴別人哪些人不能打 那你不需要浪費了一句話 也不需要大家這麼多疑惑 疑慮 不需要等到最後 臨床實驗的結果 第三期的結果 你才做事 你可以現在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對於新冠疫苗 有哪些人是一定不能打的 有哪些狀況之下你要考慮 或者叫你去穩定你的家庭醫生 問定了 現在要宣傳的 香港人這麼什麼 你要宣傳一個多兩個月 別人才開始明白 不要等到第三期報告才開始做事 永遠都是林鄭講完了 然後才下宣傳單章 然後就發覺林鄭講錯話了 就跟宣傳單章完全不合 然後就下宣傳單章補 其實不行了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裡 都比較長 好 拜拜 拜拜